极地渦旋是冬季在北极形成的环状气流 是大自然制造海滨的神奇力量 虽然它的南下给北美地区带来奇特景观 但大部分人可不喜欢 据美国气象部门的资料显示 这个极地渦旋将美国多个地区变身为冰窟 影响范围向美国南部和东部扩大 凡走过的地方不断创下低温记录 飞机停飞 学校放假 商店关门成了当地型 受到极地涡旋的风暴 占据好几天的头条板面 美国有超过120个城市打破100年来最低温的记录 辅20度 30度 甚至辅40度 50度的天气 让人直呼不可思议 面对极地般的天气 商店 学校都关了门 全美至少2500次航班被取消 超过4400次航班被延误 有网友形容芝加科市像是被急动人攻击一般 迷尼苏达州也像明天过后的电影场景 随着极地涡旋的继续南下 强烈的北极寒流也抵达美国南部和东部 不断改写各地区的低温记录 极地涡旋是在两极制造海滨的冷空气 原本都牢牢地在固定范围之内 但是这回向破个大洞 冷空气全跑到北美洲 这竟然与全球暖化有关系 因为温度升高 北极的气温与中高纬度地区的气温越来越相近 让围绕极地的环流变得脆弱 到了冬天 这些冷空气于是如脱江野马 造成北极的极地气候现象 在北达科他州的中部和西部地区 风寒造成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摄氏零下51度 而专家预计 这波让北美陷入前所未有低温的极地涡旋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未来会频发 造成全球的气候更加极端